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得江南地区的饮食习惯发生了改变 变得既有南方特征又有北方的特色 饮食如此 情感和文化也是这样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通过一组南宋时期的饮食器具 为您讲讲一道名菜里的家国情怀 公元1162年已经执政36年的宋高宗赵构 看到百姓安居乐业下诏宣布退位 将皇位传给了太子赵慎 此后当了太上皇的宋高宗搬出皇宫移居德寿宫 在德寿宫移养天年的宋高宗 于咸淡岁月中打发余生 在饮食上作为地道北方人的宋高宗 既保留了以面食为主的习惯 又增加了江南特色 江南美食花样繁多 注重食物的精细食令和种类的丰富 所谓美食配美气 精致的江南美食也催生了美轮美奂的南宋饮食器具 中国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中兴季盛南宋丰物观止特展 展出了很多与饮食相关的南宋器具 银刘金云龙文筑屏 门市精美 颈部暂刻两条翼龙升腾于云海之中 腹部暂刻两条游龙栩栩如生 圈足暂刻一周云龙文 筑屏是用来放筑和持的器具 同目出土了两双刘金银柱 两柄流金镂空银池 金驱之是一侧有环柄的酒杯 气形非常少见 轿子升天金杯造型奇巧 杯身以云雷文为地 是以双吃缠绕 两吃手对称探出杯口 形成杯子的手柄 南宋人爱花 小楼一夜听春雨 身相明朝迈信花 为了留住花颜色 南宋人喜欢把花暂刻到石器上 这组花式银斩 在斩新分别刻出牡丹 菊花 山茶 枝子等折织花 还有造型独特的金杯盘 金芙蓉花盏 金葵花盏 更是以美丽的花朵为造型 一件件金光灿灿 美不胜手 与金银杯盏一同出土的 还有这些成组的镂空石 他们雕刻精美 看上去小巧可爱 如此雅致可爱的石器 该配上怎样的江南美食呢 据史料记载 因为北人南迁 浙江菜与河南菜加以融合 形成了独特的菜系 在南宋初期 临安的大多数餐馆 均由开封人开办 那里供应的菜肴 都仿照东京开封和宫廷的风味 似乎更受到北方人的欢迎 熟悉的北方风味 一方面让北方人略解思乡之苦 一方面又让他们想起了 北方被金兵侵占的故土和家园 正所谓一道家乡菜 牵出无限思乡情 退居德寿宫 以养天年的宋高宗 就因为一道西湖名菜 犯了心病 是闭门不出了 宋高宗退位后 迷恋于西湖美景 常常泛舟湖上乐而忘返 可是突然有一天 宋高宗宣布 今后再也不去西湖上游玩了 原来宋高宗霸游西湖 还与杭州的一道名菜 宋扫鱼羹有关 据南宋著作《武林旧事》记载 公元1179年的一天 宋高宗像往常一样泛舟西湖 这一次他游性很高 一致忘了时间 游船行到前塘门外时 已进中午 宋高宗觉得肚子有些饿了 让侍从去买些吃的 侍从禀报说 附近有家菜馆 做的鱼羹味道很好 人称宋扫鱼羹 宋高宗于是 命人买来尝尝 菜馆的主人名叫宋五扫 据说宋高宗品尝了鱼羹后 大为赞赏 不禁问道 鱼羹我吃得多了 你的鱼羹为何如此美味呢 宋五扫告诉他 这道菜的关键 是把鱼的骨刺全部剔除干净 说到这里 宋五扫竟然流下泪了 原来 宋五扫本是东京开封人士 一直在开封经营鱼羹菜馆 靖康年间 金兵入侵开封时 宋五扫与家人离散 随着逃难的百姓来到临安 安顿下来后 他在西湖边的前塘门外 找了家门面房 继续经营鱼羹菜馆 维持生计 见宋高宗问起这道菜的来由 宋五扫流着泪说道 我看到天下人南北骨肉分离 才创作了这道鱼羹 平日里鱼羹卖得很好 我希望吃这道菜的人 能够记住家国罹难 百姓骨肉不能团聚的现实 正在享受美味鱼羹的宋高宗 闻听此言 漠然不语 不仅食欲全无 连游玩的兴致也没有了 他挥挥手 让人把宋五扫带下去 立即启程回德寿宫了 从此 宋高宗不再留连于西湖美景 也极少出宫 他命人在德寿宫营造了一个小西湖 自闭起来 宋高宗的自闭 源于不能北定中原的心病 因为他重用奸臣秦桧 一心求和 使得南宋天安易渝 与金朝以秦岭淮河为界 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家国分裂 骨肉分离 对于南宋初期的人们来说 成为植入心底里的一根刺 宋高宗之所以退位 很大原因 也是因为不愿意面对这根刺 可是 宋五扫用心做出来的这道鱼羹 醒目的让他看到了现实的严峻 不愿意面对现实的宋高宗 从此在德寿宫闭门不出 开始最新书画 为了练习书法 他命人搜罗古今名家书帖 有一天 工人拿给他一幅画家献上来的画卷 献画的人叫张泽端 画的名字叫清明上河图 宋高宗突然想起来 四十多年前 这位画家画了一幅同样的画卷 献给了自己的父亲宋归宗 可惜 靖康之难时 藏于内府的清明上河图 随着大量珍宝 被金兵劫掠到了北方 宋高宗小心地展开画卷 熟悉的东京开封立刻映入眼帘 多么亲切的画面啊 一座座门楼 一条条街道 都曾经是他再熟悉不过的 眼前的一切都还是四十多年前的样子 差一点宋高宗就要流下泪来了 但他立刻命人把画卷收起来 让人把画汇还给张泽端 宋高宗心里明白 张泽端献画的目的 还是为了提醒他 不要忘了复国大业 愁闷中的宋高宗 于是命人唱歌来解闷 宫里的歌女 为他唱了一首当时颇为流行的词 落日楼头 断红生里 江南游子 这是自北方起义归来的 新气级所作的水龙吟 宋高宗摇摇头 霸曲歌舞 在新气级的词中 他同样听出了家国情怀 新气级虽然生长于 金朝统治的北方 却自小渴望建功立业 报效国家 公元1161年 也就是宋高宗退位的前一年 年仅22岁的新气级 为了抵抗金朝统治 毅然率重起义 回归南宋 新气级的壮举 在南宋朝野引起极大震动 不仅百姓们敬佩 就连宋高宗也赞叹不已 可惜 自南归之后 新气级屡遭挫折和打击 无法实现自己抗金复国的壮志雄心 他的一腔热血 只好化作一首首诗词 醉里挑灯看见 梦回吹脚连吟 无奈地在微醺中 憧憬挥尸北上的景象 苦闷的新气级 想到了陆游 中兴季圣南宋风物观志特展中 展出了一件陆游 重修智者广福禅寺记的踏本 其内容便是陆游 与朋友来往的书信 同样是爱过辞人的陆游 与新气级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 陆游也曾经清临抗金前线 经历过御战不能 壮志难愁的情感波澜 报国无门 陆游只好寄情于诗词 用一手手快制人口的诗词 表现自己激烈而深沉的民族情感 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愿 因为相同的志向 新气级特意去拜会了年近八十的陆游 两位文坛聚将 爱国志士相见甚欢 他们一起喝酒作诗 在新气级身上 陆游似乎看到了恢复中原的希望 然而陆游至此也没有等到 北定中原的好消息 临死前 他在写给儿子的遗言中叮嘱道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寄无望告乃翁 诗人死了 情怀还在 诗人的诗词连同西湖边上 宋五嫂苦心经营的那碗 宋嫂鱼庚 成为一个时代的家国情怀 永远留在了史册中 他是江南才子 出身名门 才华横溢 他是大家闺秀 满腹诗书 碧月修花 一只家传凤差定下的金玉良缘 为何劳雁纷飞 生死离别 国宝档案南宋燕云系列 为您讲述南宋词人路由和表妹 奉拆传情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